嗨,大家好,我是劉亦腾 我们是中部不动产物件数最多的频道 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 可以的话先帮我们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每天都会 拍摄商家的物件 那我们现在来到台中市北层区的均河 均河路 均河路这边,它旁边是建工果小 那也 在中山路的商权旁边 那这边是属于汉溪 跟74号快速道路的中间 74号跟快速道路的中间 那这一间的是大建品的 52坪半 52坪半的建品,室内有38坪 很大,室内真的还蛮大的 所以它隔了四个房间 全新整理 而且还有 平面车位 它还有平面车位 那它这里 就是重新都设计过了 它客厅 厨房 坐在一起 那中间隔了一个吧台 中间隔一个吧台 那这个吧台 它有做这个柜池 其实还蛮好用的,可以让你放蛮多东西 然后 它这个还有做插头 可以放个火锅 这边坐在高脚椅这边吃火锅看电视 或者是泡咖啡 旁边就在这边泡咖啡 就在客厅这边,非常的方便 所以这边 煮完东西就可以马上吃了 不用钻来钻去 然后这边是一个入门玄关 入门玄关 它不是阳台 但是室内的一个玄关 它这边可以做鞋柜 这里可以摆鞋柜 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然后它有一个标准的落地窗 在这里 这边有一个标准的 落地窗 我可以看到它这里 磁砖都重贴了 新的都是新的磁砖 重贴过了 门窗都换了 当然有天然气 我们现在是在九楼 它是热水器 然后 那个 它的洗衣机 水龙头也在这里 那 这边也可以晒衣服 这边要晒衣服也是可以 这边view还不错 检测还不错 像 像这样子的检测 如果拿来晒衣服有点可惜 所以呢 它其实不止这个阳台 还有一个阳台 我看一下 这边旁边 它是餐厅区 你如果说 想要比较传统式的 一定要有一个餐桌 这边也是有 餐厅区 然后 餐厅区后面这边 就是一个房间 这边 跟这个房间 它有一个 也是很大的阳台 还是L型 L型的 所以你要在这边洗衣服 晒衣服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我们看到 这个 房间的外面有一个窗台 它冷气管线都拉好了 所以你那个可以放主机在这边 这个通台不一定要送东西 你可以来 放 放那个 冷气主机很方便 然后这个阳台也够大 只是说 比较没有什么 你看这边可以晒衣 这边也是可以晒衣 然后呢 可能有人觉得这个屏数好像没有很大 可能 挺多三屏而已吧 那如果觉得不够大 没关系 这个 木头隔间的 你可以拆掉 可以把它隔 隔大一点 可以隔大一点 房间就可以变得非常大 只是说你要牺牲这个餐厅区 如果说你不是很传统型的家庭 不一定要有餐桌 因为这个已经有吧台了 客厅厨房都在坐在一起 你干脆就在这边吃饭 看电视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有这个餐桌 然后 这边 工位 全心打造 还蛮大的 空间还蛮大的 所以 你要做干尸分离 也很方便 看你要不要做干尸分离 只是可惜这一间 没有开窗 然后但是他的左卧室就有开窗 左卧室的 卫浴 这边有开一个窗户 也很大 在这边 他这里有开窗 这个也很大 所以他也是有做干尸分离 也是可以做干尸分离 因为前两天台工 前两天台工 屋主来巡视了之后 发掘 这边有渗漏水 所以他马上请工班 再来做处理 已经 在施工中 还没完全弄好 反正就是 因为这是筹资客的房子 筹资客才会去整理房子 他保证的就是 会有防漏水保护 所以只要有震漏水 他就是会 帮你负责到好 所以你不用担心 那其他的 这个像他窗户也都换掉了 然后也防水都有做 这样 OK 我们看一下 第3个房间 这是第3个房间 他这边 也是 原来这边有震漏水 他也在处理中 之后 这两天就有防空 这个分离式冷气的管线全部都拉好 分离式管线全部都拉 这间 这间也是 这间的 这间的view也很不错 都是这种拉脚口 然后可能是管线 都有做 你不要直接买冷气就好 很好安装 4个房间 就大概是这样介绍完毕 冷气 那个 客厅的冷气 管线也有 也有做 线路都是拉到这边来 然后这个工作阳台 大概是这样 然后这个是9楼 我们 去看一下他的 平面车位 他是平面车位 线路看一下 线路有换 感觉有换 看起来是新的 他屋龄是31年 乌龄是31年 31年 线路还有换 一般通常30年左右 乌龄投资客是不会换 线路 我们关掉看一下的采光 因为这是9楼 采光一定很好 没有什么遮蔽物 所以 房间的采光更好 每一间都很亮 每一间都很亮 就是这间唯一会暗的 那间厕所有窗户 一定是亮的 那这间他没有窗户 比较暗 但是因为他的厕所就坐在隔壁而已 那一间只有开窗的 所以你这边 空气也可以对流过去那边 所以比较不用担心 潮湿的问题 可以用通风扇把它 传过去 湿气可以传过去 好 那我们就出来 看一下 车 先看车 这边是他的 瓦斯表 表在这边 他的 那个楼梯间也有开窗 可以通风 他的窗户是可以打开通风的 所以不会很闷 但是下雨天可能有时候会放气管 一梯两户 一梯两户 好 稍微我能下去 你觉得这间如何 还不错 还不错 这是加钱一千五百多万 因为大瓶数 那这间他的管理费一瓶好像是四十五块 因为他瓶数比较大 所以就要两千多块 二千两百多块 他的管理费 是十五块 还换便宜 很多地方都六七十 甚至有一百 出现 那户数有两百多户 24小时的警卫管理 现在年轻人不喜欢堆垃圾车 希望有管理员可以帮他收包裹 收信 都很方便 你还记得车号 我忘记了 我看一下财务报表是没写的 没有写财务报表 车位是98号 里面车位 低区98号 那这个是可以坐十个人700公斤 空型的电梯 一批两户 这个是A区 B区 这一个 这个车位 然后他们 住户有些人会在后面摆一些杂物 他会摆一些杂物或者是停摩托车 然后 这里 这边 像他们都有摆杂物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 那个 那个算是通风管道 排风 排风管 那还好他是在最后面 对车子的 停车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对停车比较没有太大的影响 他是在最后面 还好不是我们这个车 在这里 看一下他的车道 车道应该在前面 那个 那个 压得拨道了 没有标示 字牌 放在這裡 這邊它的波道 我們是在B2 它有兩個 有兩個 這邊還有一個 一進一出 出去是這一個 出去是這一個 然後進來是這一個 所以很安全 進出 一進一出 是最安全的方式 兩個波道 不用會車 這應該是水塔 一下子的水塔 通常這種有整理的房子 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投資客 才會花錢整理 所以很多人都說 他們想要找屋況好一點 屋況好一點 很少 連屋主的都 通常都不是很好 或者是 看起來很好 可是呢 它也不會提供保固給你 一次提供保固也是 很兩光的保固 油箱 對 這邊有信箱 這邊 我們這一棟 有12345 12345 其實28 這條是均和街 28 這一棟有28個信箱 但是 應該大概有10棟左右 200多戶 大概有10棟左右 這是它的中庭 然後我們每一棟 就是圍繞這個中庭這樣 中國風的 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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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我們是樓上這一戶 第九樓 邊間這一戶 邊間這一戶 OK 它這個中庭很大 非常大 因為戶數多 200多戶 還算比較大的社區 它還有一個涼亭 可以這邊坐著 很涼 它的大門 小鮮玩藥 好 大哥 謝謝你 謝謝大哥 謝謝 拜拜 謝謝 好 這旁邊就是建宮國小 旁邊就是建宮國小 但是這圍牆很長 這間國小還蠻大間的 這邊整個都是喔 這個國小非常大 然後這邊就是圍繞外面的店面 我去東山路看一下 這邊就是那個東山路的商圈 然後離七十四號很近 離四區也近 中國技能不會太差 好 好這條就是東山路 東山路跟均河街交趴路口 東山路跟均河街交趴路口 所以這一間算是大坪處 如果說你想要找大坪處的滑下 可以考慮這間室內就有38坪 好不好划算 現在房價都在漲 如果說你是要追求極致的便宜 這間當然是不划算 可是如果是要找適合你的房子 我覺得這間應該可以滿足大部分人的需要 主要是價位 看看你可不可以接受 有缺點 優點 房子都一定都有 房子一定都有有缺點 自己去襯鎖 是不是適合你 那 這間有喜歡 趕快打我們的頻道 上課電話給我們 我們頻道的那個標題 都有我們的電話 歡迎打電話給我們 那 這間不喜歡 沒有關係 也可以去搜尋我的頻道 看看有沒有其他你喜歡的物件 我們物件是最多的 歡迎搜尋我們 搜尋看看 如果 真的還是 懶得搜尋 或者是 找不到你喜歡的物件 還是要繼續 繼續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我每天都會上架新的物件 我們的物件是最多 你不用出門 我們就帶你看遍中部的地區 最多的不動產 房地產 土地房子 給你最多的選擇 跟比較 不怕你買錯誤 不怕你買後悔 我們全部的拍攝都是一鏡到底 一道未剪 沒有剪輯 沒有廣角 沒有美化 你不要在家裡輕輕鬆鬆的滑手機滑平板 看N9TV的YouTube頻道 就可以清楚明瞭知道 這個是不是你要的房子 希望你會滿意我們的服務 希望你會真的打電話給我 希望 希望可以幫你 找到你理想中的房子 謝謝你們的支持 拜拜 拜拜